民可牺牲休假时间也要走上街头 周日下午上千名移工总动员 拉白布条 一字一句喊出诉求 沿街呐喊抗议人龙 一路从中华路的移工执聘中心 徒步绕行超过四公里走到劳动部 一共怒火源自于长崎 遭到私人仲介博血 如果来带我们去看医生的话 他也要收钱 意思他收大概500块 是不是有时候雇主都不好 然后中华都也不会帮移工 假設一直帮雇主 有时候我们不舒服 然后假如都不会马上带我去看医生 有时候都会这样 周围印尼籍移工Annie来台五年 主要从事看护工作 不满仲介公司要服务没有 收钱捧第一宛如吸血鬼 而和他同样遭遇的移工比比皆是 尽管政府有执聘中心帮雇主直接引进移工 减少仲介抽成 但劳权团体控诉根本行头虚设 所以助长黑心仲介 政府也是帮凶 执聘的过程需要这么多的条条文文 这么多的文件 这么多的手续 所以很多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还要有家人要照顾 所以只好再委托仲介公司 来做这个聘雇的动作 那你不是失效的吗 失能了吗 自今年七月起 主动专案访查转换雇主的移工 了解仲介公司有无超收买工费的情形 劳动部表示 移工引进回归市场机制 雇主有选择权 但抓黑心仲介 政府和业者你追我躲 牺牲的还是第一线移工权益 进行问问问 亚雅亭 陈志峰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